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7月中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也就是CPTPP呢 再一次的开会要讨论新成员国的问题 这让全球化的自由贸易能否持续再次成为话题焦点 就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呢 全球制造供应链展开了一番大规模的重组 到现在都还在进行 东协各国和印度已经是不少台商选择落脚的新阵地 但是东协各国和印度 它的国情跟以往大家制造的基地 中国大陆十分的不同 台商该如何精准的选择 并且在选择之后站稳脚跟 就是一大相当重要的议题 针对这个舆论焦点 本期节目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和我们来分享他们的观察 首先让我们欢迎KPMG安侯建业 税务部副营运长丁传伦 Alan 哈喽Alan你好 哈喽Peter 第二位专家是KPMG安侯建业 海外业务发展中心主持会计师 吴正彦Vincent 哈喽Vincent你好 各位丁总大家好 是 在这个全球供应链洗牌的同时 东协跟印度 既然大家都是目光焦点 所以在这个我们诉求短链经济 或者是制造业重组供应链的同时 我们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现象 就很明显的是通膨 那如果我们选择印度也好 或者是东协任何一个国家 我想请教一下Alan 你看到什么样的机会跟挑战呢 好我先从机会的角度来分享好了 就像Peter您刚一开头就有说的好了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东协加上印度的话呢 厂商过去可能有两种面向的思维 首先第一个是可能他们的终端品牌厂 要求他们必须要设一个备源基地 或是第三生产基地 来分散一下短链或锻炼的风险 那第二个部分呢可能是 因为我们目前台湾很不幸的 还没有办法参加任何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区域型的这个贸易协定 所以可能透过厂商自己本身的搬家迁移 来去享受不论是RCEP CPTPP 甚至是美国跟印度 这边要重新架构了一个印太经济架构圈 所以我觉得可以是 这个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些机会 就是利用这些生产基地 在这些有这个所谓贸易协定的国家的生产 来去做一些享受比较低的一些贸易的自由 或是关税的降低 是我想请教一下Vincent 这个选择地方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这边你们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趋势呢 我这边观察到台商现在的迁徙的板块的思考逻辑呢 大概会从疫情前所谓的这种选择性决定去不去 到现在应该站在一个抉择点 就是属于去或者是留 那去的意思就是说以东协或是印度 当作是我们的下一个选择的地点 留可能会是留在台湾 也有可能留在原来的生产基地 那去与留之间呢 现阶段大部分的厂商就开始很聪明的精打细算了 这个所谓去所增加的额外的成本 毕竟过去一二十年 在台湾跟中国留下的这个庞大的累积的利润呢 现在如果要去的话 势必要从口袋把这笔钱了 就再掏出来一次 然后再赌上未来的人生的十到二十年 但是赌的却会是一个 比过往还更模糊 更不清晰的一个未来 所以也不少的台商在这个时间点呢 选择的是以留在本地 有的现有的台湾或是中国的生产基地 以内部改造的方式来做一个 不管是产能 不管是人力的发展的一个技术的提升 来增加自己公司在整个供应链里面的一个 价值链的重要性 那第二个我在想 我们过往都很常在这个节目 也不断的说明说东协有很大的一个人口红利 那我觉得这个人口红利 如果就以我们KPNG 我们长期派驻在外地的这个观察 本地的资讯告诉我们是 所谓人口红利要分两点来探讨 第一点就是如果是属于这些 北越电子厂 现在蜂拥而至到的这些热门的热区 这种人口红利的部分 恐怕就是已经反过来看是不太够的 因为他们在抢工 抢的是属于这种比较低阶 入门门槛的一些低薪的公司的话 这种在台湾包括中国的厂商 都在北越的电子厂的热区去做抢工 但是还有一大群的族群 就是说不是属于电子业 不是现在才去的 他们可能是属于传统业 他们可能会是属于过去10到20年 就已经在东南亚深耕发展了 他们的反应却不是这个问题 他们反应是在找一些 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功能 或是管理层 相对现在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我想这个可能也会牵涉到 东南亚国家们的 对于经济发展优先于教育的 知识水平的提升 所以导致于说 这个所谓的技术人才 在衔接上都会出现 这样子一个明确的断层 这是我们在这一次看到 这个东南亚台商 在迁徙选择地点的时候 看到最大的一个挑战 也这个会是我们台湾 在选择商机的机会上的一个抉择点 是 那我们先前的节目 其实也讨论过 在这个反币税浪潮当中 以前很会善用这种 租税优惠的国家 他慢慢的这样子的方法 不能够再顾忌重施了 所以也就是说这种大规模的 或者说年度很长的 这样子税务优惠 可能会是过去式了 所以印度也好 东协各国也好 如果当台商在考虑 这个新南向发展的时候 其实刚才Vincent提到了 就是堵上未来十年二十年 下一代或者自己的人生的规划 要再去一个很不熟悉的地方 所以我想要先请教一下Alan 在这个大框架的改革底下 如果还没去的人 他们应该会考虑几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他要去哪里 然后第二个要派谁去 然后第三个到底要怎么落地 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觉得台商也的确面临到了一个抉择的点 因为过往的台商 其实可能服务的市场是以欧美导向为主 然后我们现在选择的生产基地 可能以前是从中国大陆制造好之后出口 那现在即便是前进到了泰国或是越南 甚至是印度 仍然是以出口导向 但是不可会言 不论是从IMF或是OECD 或者是世界各个主要的经济的研究组织发现 其实在东南亚东协加上印度的经济体 已经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它的发展GDP 主要来自于当地的内需市场的消费 而这个内需市场的不可会言 来自于他们因为没有什么人口的 这个所谓的生意与掌控的一个政策 所以他们的中产阶级 他们的消费力逐渐的提升了 这是不论是东协各国 或者是印度本身都希望能够 一直促进的经济发展的刺激 所以回归到这个台商身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相较于以前我们琢磨的是 看着最终品牌厂 然后我们看的是欧美市场 有一些台商假设他们是要改悬意测 看一下就说 maybe我们可以focus在东南亚市场 那或许他们以一种 这个所谓的就近生产的方式 就会选择到一个比较近的生产基地 成为这个整个供应内里面的其中一环 那您刚刚也讲到了 就是的确是在全球最低税复制之后 这些以前过往常常用 这个所谓非常优惠的租税政策 来去吸引外资的这个手段 的确各国可能也会思考是说 我不要再用这样这么优惠的租税政策 因为反倒是变成补推以开发国家 我可能会改成用其他的补助 国家政策的补助的方式来去做一个 重新的思考或是招商的行动 是谢谢Alan的分析 那我想请教一下Vincent 您刚才已经提到了一部分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其实他跟某种程度上 企业组跟他的第二代之间的安排 是有关联的 所以这样子的落地的决策 到底你觉得要去哪里 是我自己去还是我的子女这辈去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 对不对 是我也先接刚刚Alan所提的这件事情 我想有一件事情大家要关注的 东南亚地区呢 他们过往了 都是很欢迎外资大量的 做一些制造业的投资招商 那我们在辅导客户的时候 其实我们以前灌输客户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们把高技术含量 高价值含量留在我们的 我们可爱的宝岛 我们把一些比较低价值附加性的 留在所谓海外的生产基地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strategy呢 其实是跟东南亚 他们想要发展在地制造 其实会产生一些冲突 是 所以在这冲突之下 你会发现以越南为例 在刚刚这个季度 就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公文的推行 就是针对于过往 我们可能在越南当地 我们有各个供应链 那这个产品在供应链之间 移转的时候呢 只要最终都是出口到 越南以外地区的时候 这当初产品在进口越南的时候 是一路走保税的一个概念 所以关税增值税 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下 当初是不用去缴纳的 但是他们这样新的公文推出来之后呢 要求说 这个只要你进口的对象 是属于你们的关系企业 或是集团的母公司 这样的保税的要求呢 就不存在 也就是说你以后要进越南 你先把关税跟增值税 搅齐 搅清 你真的有出口的时候 我再让你退 那当然 钱进到人家口袋 要再逃出来 我想难度是相当的高 所以这对台商来规划 这个整个供应链 跟这个上下游的配置说 思维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我再回到 刚刚主持人所提的 这个三大命题 去哪里 谁要去 怎么去 其实这个题目呢 我觉得去哪里 是我们通常是台商 所选择的第一个重点 那现阶段呢 我必须说 整个东南亚 整个 我们虽然称他们 东斜东斜 但是其实东斜里面的发展 还是有 快中慢 这三种的步调 那现在比较流行的 就是说 如果是以这些 劳力密集的 比较热区的 他们目前会选的是 所以印尼 那如果是想要 比较贴近市场的 或是品牌商要求的 目前比较热的题目 是含印度 是含印度 那第二个面题 就会衍生到 当我地点 都已经想好的时候 我有这个压力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决定 是让谁去 这个让谁去 这件事情 不把他先 辨识出来之前了 其实谈怎么去 都没有用 那让谁去呢 如果是家属企业的话呢 我当然首推 就是以企业主本人 或者是他的 有血亲的 这个嫡系的亲属 也就是二代 来自己去 经营管理 这是最好的 那否则我们 很常看到的 就是说在天高 皇帝远的这些 第二或第三次产基地 常常会出现一些 在管理上面的失控 不如说存货的一些浪费 生产的无效率 甚至说针对当地的 一些劳工的问题 有相对的成本 要支付或是孤裂 但是却没有注意到 这件事情 导致于最后被罚了 一笔天价的一个罚金 那这种东西 如果没有在二代 或是企业主 自己亲身的去做管控的话 很容易在经理人 也没有用这么大的心血 去管理之下 会产生一个失控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 这个他谈到 谁要去 通常也会是一个 第二大的一个因素 那最后才会去谈到 说怎么去 那怎么去 我认为就会是一个 很蛮技术面的 就是说在 成本效益分析之下 我们到底是 选项一 是可能我们去买一块 新的土地 改自己的厂房 那好处就是客制化 坏处就是要花时间等 那看你的品牌 愿不愿意做着等待 那如果品牌 不愿意等待的话呢 就是去租 或者是买 现有的厂房 那有时候甚至 把他的团队 也一起买下来 但这个有时候 蛮chance chance 不见得有那么 刚刚好的chance 会出现在你面前 让你来用 相对等的价格去购买 那如果遇到一些 市场是属于 我们好像有一点认识 又很模糊的 例如说以印度为主 那恐怕合资 会是一个 比较快速的 又进入的一个方式 为何呢 因为有时候 对当地的这个 风土人情文化 以及规范 都不是很清楚 如果已经有一个 在地的印度的人 所经营的公司 他只是在经营上 在业务上发展上 没有像我们这些 台商企业来 这么的蓬勃发展 对 他引进你的业务能力 引进你的生产管理的 这个技巧 把他们既有的事业 来做一个合理的扩张 尤其这样子的合资 台商朋友可能会有点不习惯 因为台商就喜欢百分之百 全然掌控 掌控在自己的时候 对 但合资毕竟就是会有 大股有小股 对 那很多行业在当地 也可能会有 外资的一个限制比例 那但是合资 绝对会是说在进入一个相对陌生市场上 蛮好的一个进攻的策略 我想用这样子先呼应Peter的问题 是 所以在Vincent的解释之下 其实去哪里 然后由谁去 这两个是比较策略面的问题 如果把这个策略的核心 稍微搞清楚了之后 其实怎么去 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可以这样说 的确是 是 那我们也想探讨一下 就是说我们看到数位转型这个议题 这两年在台湾谈得非常的热 有很多人 长官学界都在讨论 那政府也成立了数位发展部 要米平以往 各界在数位转型上面的落后跟落差 但是我们注意到说台商的南向布局 其实比较少关注到 所谓的数位转型这个议题 这可能也是因为跟以往都是 制造业过去是有关系的 那如果说台商本来的优势 就是说台湾本身的科技业 是相当具有竞争力的 那利用这个优势跟竞争力 去在东协跟印度做布局的时候 他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想请教一下艾伦 我觉得数位转型 大家可能是先想到 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资金的支出 或者是说你一定要 这个把自己全身上下做一个改造之后 你才叫做数位转型 但我觉得前进南向的一个台商 要有个思维就是 或许你把数位转型 把它弄到一个比较小的层面 来去思考的话 就是你如何用一些数位工具 加强某些部分的营运效率 比方说我们先第一个来讲好了 资安的问题在现今的社会 不论你是在面对品牌厂的要求 自身的技术的保护 甚至是你面对到当地的一些 我们还是讲到ESG的一些要求上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可以要需要关注一下 就是所谓的Cyber Security的这个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还是回归到一个 刚刚Vincent提到的老问题 当你的管理阶层的 人力品质 不如你一开始预期的这么优化的时候呢 过去台商到外地去打仗呢 可能都是分权而至 降在外 然后你就让你的将军就自己想办法在local搞定了 可是当你现在有很多的决策 很多的执行 是需要跟这个总部这边 有一个更紧密的结合的时候 适当的利用一些数位工具 来去优化你的这样子的管理 然后不论是资讯上面的串通串流 然后或者是说一个资讯上面的保密 或者是你营运架构上面 对于价格对于数量 有更明确更精确的掌握 可能都会是利用数位工具 来强化我们营运效率的一种方式 是 那Vincent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就是其实以往很少谈到 在台商落脚当地的时候 可能就先期就考虑到这件事情 的确 我想这样子的议题在东协一直以来 很多人在呼吁 但是都没有很爆发性的讨论 主要是应该还是在于工资相对便宜 相对便宜 像我在越南常住的期间 我出门在外的车辆移动 我都有司机在帮我开 我在家里都有家管帮我扫地跟打扫 所以相对的能力工资的便宜 其实会有一定程度是阻碍数位转型的一个障碍 但是也不满您说在整个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的工资率的调整 是有一些稍微的和缓 但是疫情之后 所有的东协国家的政府都纷纷的宣布 在基本工资都会调整大概5到7个percent不等 而且是每年 每年5到7percent 你就把它换算一下 5年后的今天 它可能就已经调到30到40percent 所以是蛮惊人的 所以面临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 只是说大家一直在避谈这件事情 但疫情这个期间 让大家有感受一个很深刻的 就是老板不在家 工厂照样灯照开 货照出 订单照接 所以对老板来讲 他们也开始思考说 的确我们好像可以透过一些远距 所以我认为这个现阶段的数位 都会是绑定一些远距的元素在里面 老板如何在远距 透过在台湾 在中国的既有的团队 遥控 减合 东协当地的一些减合的动作 所以你讲没有错 我们把日常例行性的遵行性 就是compliance这个段落 还是由东协当地的团队来执行 OK 但是我们会给他一个SOP 也是比较系统化的格式 表格 甚至是一个界面 那这些格式界面 都是属于在台湾或中国 很成熟的一些系统的环境 那台湾跟中国的这一些减合的团队 透过例行性的报表 例外的管理的时候 来找出一些重大的问题 是 势必是没有办法 由台湾的团队 逐一每天摆交易 每一条巨细迷 去看所有的问题所在 因为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这光听就觉得没办法了 或者是你就直接飞去当地 对啊 常住就解决 但是现在常住的这个人才的选择 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必须 退而求其次 是以例外管理 抓大放小的方式 来做一个管控 所以我觉得数位转型 这题目现在在大家 在讨论当地 就是说第一个 我透过数位化 或是一些自动化 减除一些 我们平常有一些 例行性的人工的一些花费 例如说光仓库里面 有时候会养了很多 没有特别经济效益的搬运工 只是因为我们在仓库里面的 这个layout配置 非常的有一些 过往累积下来的一个 这个习惯 所以我们同仁可能尽料的时候 先搬到AD 然后再把它要投产的 再把东西从AD搬到BD 然后要出厂 再把东西从BD搬回AD 整个动线都不顺 隐性的闲置就对了 是是是 养着很多这一类的 这种比较无效率的人工 那可能只是透过 整个仓库的一些配置的 重新规划而已 把这些人力 把它做一个 可信度的一个减少 是 那我觉得这光这样子一个小的命题 再加上这种数位化的资讯的协助 应该比较容易让台商呈现在 数位转型上的一个成效 那第二点我要特别描述 就是说 数位转型这个题目 蛮常都会交给年轻的一代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二代 来付诸执行 二代在这个公司里面 常常会需要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需要战功 所以其实当二代在执行数位转型 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我会建议 不应该把一些太过于庞大的一些任务 以数位转型为题 付诸在这些二代的一些任务上 因为通常一旦失败的话 这些二代在公司里面的 reputation或是这个战功方面 都会大大的受影响 所以我会建议在东南亚的这些 台商朋友们 如果在讨论数位转型的时候 建议把题目命题的稍微比较小一点 那这些小的题目 都是属于公司既有的痛点 那从这个痛点 因为数位转型来克服解决 甚至找到更有帮助的 价值性的一些投入 赢得公司的团队 甚至一代对二代的信任 我想自然而然这样接班的 这个所谓的无缝接轨的 这个可能性 比例就会越来越增加 是也谢谢Vincent的解释 我最后想请教一下 就是KPMG在这个 由上而下的这个决策流程 还有所有的这个减合的过程当中 我们提供了哪些服务 这比较整合性的给企业主 他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决策流程的参考 然后建议 还有类似像checklist的 这样子的做法 可以很仔细的去看到 每一个关注的面向 因为前进到一个 可以说全新的地方 他要关注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我想请教一下Alan 你们有怎么样的整合服务吗 我们常碰到了企业主来跟我们讨论的时候 尤其是刚刚您的问题是 去哪里 谁去 怎么落地 神根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呢 常常都会有个大灾问 是说 我应该要去哪个国家 或是我责定了一个国家之后 我要去哪个省份 所以资讯的收集 in general 我们可以跟客户做一个讨论之外呢 我觉得刚刚Vincent有提到一个很好的idea 就是我们要不要跟当地做策略联盟 或者是 比方说我们现在想要盖一个厂 我不想等了 也许当地也有其他的二代传承问题 想要把他的现有的厂给卖掉的 或者是说他也仍然在找一些 一个高品质的台商 想要去做策略联盟的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做在 这个所谓的落地发展的时候呢 多元的一个所谓的对象 我们就讲求价或求取对象的一个搜寻 就是我们可以协助在所谓的并购方面的一个策略 那第二个部分当然是我的老本行 就是税务跟legal部分的资讯的收集提供 因为其实这个大概比较跟财快人员有关的 就是说我们总是得知道 我们面对到的环境可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 是一个人质的法治的复杂的还是简单的 然后他的这个整个政府对于外资呢 是每个人在招商的时候都会说我欢迎你 但是实际执行的时候呢 会不会有诸多的要求 不说别的 我们常在协助客户呢 在做海外的公司设立的时候呢 光是搞定当地要是怎么样的一个 懂事的身份 他懂事需要是在地人吗 需要当地的公民吗 居民吗 还是说他需要几个人数呢 可能都会是让我们的这个公司在前进到海外的时候呢 第一时间就碰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前进到东东企业国家的时候呢 我先从这两个部分就是资讯的收集 以及找到合作的对象来先分享KPNG可以提供的服务 那接下来请Vincent补充 是Vincent你觉得这么庞杂的流程 你会先从什么地方开始建议 过往KPNG的服务方式跟一般的顾问公司也是蛮像的 我们会在 如果你想要去的是泰国马来西亚 我们就引荐泰国马来西亚当地的这个服务资源给公司 但是我们往往得到的回馈就是说 他们跟当地的顾问公司或者是当地的公司团队 会有一些沟通不良的问题 那说白话一点就是他讲的每一句我都听得懂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想讲什么意思 那像这种事情呢 我们为了克服这件事情 我们这个我们在海外业务发展的团队 也慢慢的在调整我们的步骤 我们现在发展的是说 我们会采取所谓的里外加工的开始 就是第一个 还是会持续的引荐海外的这个服务团队 那里的部分呢 我们会做的是在台湾的或是中国的决策总部呢 我们也会以陪伴式的方式 来协助他们在做这相当的一个所谓的三方 甚至四方的一个垢面的面谈 那台湾的团队呢 多数都是欠缺对于当地法令的熟悉度 以及全面度 也就是说思考的够不够周延 那对于当地所提出来的问题或是资讯呢 台湾的团队也是缺乏这种挑战的一个习惯 或者是经验 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平常在处理客户跟企业的问题的时候 一而再再而三累积出来的一个经验值 我们蛮希望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在台湾陪伴式的这种辅导 或是陪伴式的教育的方式 让他们进入在东协的这个日常的立场管理 或者是问题讨论的时候 可以减少一些这种纯粹的沟通上的障碍所造成的时间的浪费 我想光可以节省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浪费呢 对台湾朋友来做决策来讲 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价值 其实整个战略的选择 然后战略的转移 刚才两位专家提到的所有的有形无形的成本 那包括最重要的是时间 这一系列的决策 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过程 它也绝对不会是在短期内可以做完的 那特别是如果参与者还有你的亲人 你的上一代你的下一代的时候 那整个决策的困难度显然又是倍增 所以两位专家今天从不同的面向 探讨不同的地点 给我们一个非常完整的思考 就是在这个新南向这个商机底下 如何控管风险 如何找到机会 并且真的是能够把机会顺利的抓到手 这当中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那我想两位专家 Alan跟Vincent 它会是你们非常好的咨询的对象 所以在这个新南向商机的这个路上 我相信两位专家 接下来一定还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跟大家分享 最新的资讯 还有法规 税务的动态 今天非常谢谢Alan跟Vincent 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各位 KPMG知识音乐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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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